第15任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这是空前绝后的精彩啊 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 本次的电视笑话冠军 降落谁家 这次的参赛选手 从左边开始 分别是我们的落跑市长韩国瑜 魔兽世界资深玩家 宋楚瑜宋贝贝 还有最近常常捡到枪的 蔡英文总统 韩市长一开场 先介绍了自己的宝贝领带 这是我们台北农产公司的领带 或者我们在台北农产公司 真的非常的快乐 大家喝酒聊天唱歌 那真的是一段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都知道你喝酒很快乐 你讲很多次了 喝酒唱歌跟朋友打屁 我最快乐 天天进行在美酒 麻将 第六龟美农 就了五次 每一次清醒 每次都大醉而返 高官市长本人 绝对不会喝醉酒 每次清醒 绝对不会喝醉酒 大醉而返 看来喝醉的程度 介于有跟没有之间 接下来他又想起高雄了 高雄视频朋友请放心 韩国瑜不会忘本 也不会忘根 一个人忘了根忘了本 做人基本价值都没有 你是在说自己吗 各个选手都准备了才艺表演 大家记得这首歌吗 曲思 你不懂我的心 我赶紧钱你不要再唱了 宋伯伯讲苦讲腻了 改讲英文 如果我不能做好事 我可以至于 至于蔡总统呢 人民关心的 不是总统会不会用膝盖走路 人民关心的是总统会不会遇到中国 膝盖就住不住 他表演了剪刀枪 而且还押韵 你看韩国瑜的发言 两只眼睛 炯炯有神 炯炯有神 啊 你的发言 你是说这一句吗 就是国民党烂 所以国民党下台了 还是这一句呢 亲爱的台湾人民 国民党做的烂 该下台 接下来 带你们回顾我本次电视消化冠军的知名片段 韩市长 您就任八个月就请假代职参选 违背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您个人与新装王小姐的金钱往来 参与的友人也说您的家人事前并不知情 请问您要如何说服选民 你到选之后不会欺瞒选民 也不会违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糟糕啦 苹果日报的提问 让韩市长直接心态炸裂彻底吸口啦 这些苹果日报的提问 完全反映了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 我谈的是大海 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漱口碑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 你为什么不问我结婚之前谈过几次恋爱 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 没有人想知道 而且为什么一个总统候选人都无法正面回答问题啊 人家想讨论的是你的诚信度 你却想跟别人分享你的first time 中共透过休闲实现强人领导之后 地产更为强硬跟极端 对内加强前置严认的自由 对外进一步打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强受了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升高了对台湾的军事恶吓 以及对台湾的分战 中华 统战以及渗透 你们如何说服选民 相信如果你们成为台湾的总统 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面对这样一个政权 能够跟对岸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而不必在台湾的主权 尊严 民主以及自由的方面 作出任何的档步 亲爱的中央社总编辑 你自己的问题都已经把台湾这里狭窄化 可怜啊 可怜啊 韩市长再次使出了不正面回答之处 好好回答人家的问题啊 每个记者提问你都左闪右躲的 你在玩躲地球吗 为什么我不接受三立电视台的采访 我说你改个名字 我这里呼吁三立电视台改成两立 为什么少一立 因为没有良性 剩下两立是哪两立 第一个造谣 第二个抹黑 你讲人家三立变两立 就不是造谣抹黑吗 韩国瑜提出的政策非常符合劳工学 如果放无薪价 保证收百分之六十公司 等一下 我算一下啊 如果以月薪三万来说 目前可以领到的最低基本工资 是两万三千一百元 如果你说六成的话 那这样子变成一万八千元了 比现行的制度更低耶 你要不要自己用计算计算一下啊 保护劳工 接下来到了交互结问的部分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总统候选人 你们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你认为我们人在世间上所做的事情 天上的神在看什么 权力越大的总统 任内不好好做事情 韩国瑜如果当上这种总统 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你们到底相不相信世界有神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到底看了什么啊 这是总统候选人的交互结问耶 而且不管人家姓什么 那是他的信仰自由啊 你在辩论会这种场合 问他们两个这个问题 你不觉得很丢脸吗 接下来轮到蔡总统提问的时候 韩市长居然拿起了这个 这是什么啊 你知道在交叉结问 举手板是违规的吗 而且用手板就算了 你居然还可以写错字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发言人 后来怎么缓夹呢 我们是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这是一场辩论跟证件说明会 那么要重要的不是游戏规则 重要的是怎么样 能够帮助候选人 跟所有的民众说清楚 他们要为国家做什么 以及他的证件跟论述跟说明 不是啊 你不会护航 你要先说啊 你不要提油救火啊 重要的不是游戏规则 你说犯规作弊不重要 好好的讲证件才是最实际的 你这样讲就像是在说 考试规则不重要 重要则我要会写 所以我带小超作弊了 可是你们韩市长 在前面三场证件会 也没讲什么证件 每一场都在批斗 你这不是往韩市长脸上 赏了一个大巴掌吗 打得批啪响啊 2020年台湾总统大学 台湾几十年民主政治 有像今天这么脏 这么恶劣吗 从来没有 大家觉得是为什么呢 想知道韩市长在前面三场辩论会 不不不 我是说前面三场证件会 又讲了什么 欢迎回顾一下我之前剪的影片 这一次的辩论会的快速回顾 就先到这边 1月11记得初来投票 电视笑话冠军 我们下回见